过了两天,陈锋一大早就要去市里了,到了方家后,方家夫妇居然都在家,就连露露也在家。 今天不是周末,露露不用去学校吗? 孩子今天一大早起来,说腿脚不舒服,我怕他不对劲,没去学校,就去医院了。 那露露没事吧? 没事,医生说,他这是骨头在育合所以会有这种疼痛感。 之前堂堂一说过的,只是我们不放心,就来给孩子看看了。 这样啊,没事就好。 对了,你们这次过来,是房子的事情没弄好吗? 陈锋赶紧把上次看房子的事情,跟夫妻俩说了。 这夫妻俩的事情,我也听说过,但是具体是哪个房子,我也不知道,没想到,还有这种人,不过幸好,你们发现了。 嗯,是啊,今天来,就是看另外一家,看能不能拿下。 陈锋也把后来看的那套旧房子的是跟他们说了。 那赵家我们认识,如果你们买他家的房子,可靠的,本来一开始也想给你们介绍他家的,不过他家房子有点破旧,我想着到时候还要整顿一下,还不如买好点的。 不过既然你们也看中他们家了,我觉得可以拿下的。 嗯,那套房子八百块成交? 这价格可以,很便宜了,几乎是半卖半送了,不过本身他们家也有钱,估计就是房子多,留着没用,不如换点钱吧。 是啊,所以我挺满意的。 至于你修房子的事情,你可以交代给我们,我们给你找点人,修一修。 到时候我和你嫂子有空去给你看看就成,毕竟这来回爷园。 好,那就麻烦明哥你们了。 这有什么麻烦的,你到时候买好了,我们这边给你找点人修修就好了。 在方建明家做了会,陈锋把堂堂留在方家和露露玩,只和陈德大卢他们一起去,毕竟需要跑好多地方。 爸爸,你去吧,堂堂在这里等着你回来。 嗯好,爸爸到时候给你买好吃的,和露露姐姐乖乖待在家里。 好的。 露露,你今天腿脚没那么舒服,你们就待在家里玩吧,少走路啊。 嗯好,我没事的。 露露姐姐,你的腿疼,我给你按摩腿吧。 不用,我不疼呢。 露露姐姐坏,会骗堂堂了。 因为姐姐不想你太辛苦啊,你还那么小呢? 我比堂堂大好几岁,是姐姐要照顾妹妹的。 堂堂不辛苦的,我力气大呢,堂堂给你按摩。 好吧,那你给我按摩,等会我也给你按摩。 好呀,是这里吗? 堂堂,你好厉害呀,这些都知道呢。 嗯嗯,堂堂聪明呢。 是啊,你好聪明,露露姐姐也聪明呢。 陈锋那边,处理得也很快,把钱给了,房契地契的户口一改。 这房子,就算是陈锋的。 方哥,你这房子,三十买下了。 买下了,我就这样,在城市里买房子了。 怎么了,不敢相信呢? 要不,我给你一巴掌,看看是真还是假。 我相信,真好,在城里有房子了,你们也要赶紧来城里买房,以后,咱们还要一起赚钱呢。 但我知道,我会努力的,到时候买你旁边,正好做邻居。 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的,不过,我觉得我应该不买房了吧,家里那么多地也能改房子。 城里跟乡下不一样,乡下好是好,但是没那么方便,在城里有房子,以后你弟弟妹妹到城里读大学了,住在城里,多方便啊。 好像也是哦,那我也买一个,就买风哥你家旁边好了。 之后,他们才回到方建明家。 房子这事情你们不用担心,我正好有认识的人,到时候给你一条龙钱包了。 恩长,这事情可能就要麻烦明哥了。 第二天,方建明带了个人,跟陈峰去看了房子,确定了房子要怎么修改,才准备回家去。 房子修缮的问题,交给方建明帮忙。 堂堂,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呀,我会想你的。 露露姐姐,堂堂也会想你哦。 露露姐姐,你的脚快好了哟,你要努力好起来。 嗯,我会的,我一定会按照你说的,快点好起来,能跟你一起跑。 那露露姐姐,我们先回家了。 好,堂堂再见。 露露姐姐再见。 回家之后,陈峰就把买房的事情跟两个老人说。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他们了? 没事的,他们有事找我们,我们有事找他们,互相有来有回,也是挺好的。 那就好,等房子修好了,得给他们送点好的去,不能亏待了人家。 嗯,我知道。 这天陈母找到陈峰商量。 阿峰,我跟你商量个事情。 怎么了? 我想说,咱们家要不买头牛吧,家里耕种现在到底不方便的。 可以啊。 可是,要买大点的牛,要不少钱的,牛毒太小了,等到夏季怕用不了。 没事,大牛就大牛,买个大点的,方便耕种,也不用养那么久。 好,那咱们买头大的,正好翠莲娘家那边说,有一头牛可以卖,咱们买回来正好。 嗯,你瞧着合适就买,需要多少钱? 我这里都有,妈,这里两百,你拿去,不够再找我要。 够了,很多很多了。 第二天,陈母就和张翠莲回娘家去,等他们回来的时候,手上还牵着一头牛。 哎哟,桃花,你家买牛了? 嗯,对,买了,家里耕种药用,就买了。 还买的大牛,你家有钱啊。 小牛养要好久啊,再说,这个也不是大牛啊,也就一年多点。 那也是有钱啊,买那么好的牛。 这买牛也是为了耕种,你要是羡慕,你也买一头吧。 我要有钱,我肯定买啊。 那你没钱就去赚钱,你在这里说那么多也是没用的啊,总不能逃花家的钱给你吧,有时候就不要给他们好脸色。 赚钱怎么了,又不偷他们不抢他们的,怎么就不能买点好的了? 自家儿子出席,他们羡慕妒忌,就这么说话,酸的哟。 林林,我知道。 我看你就是太好说话了,他们才会想欺负你,什么东西啊? 别为这些人生气,没事的,我不生气是觉得没什么好生气的。 至于他们说的那些话,我也不在乎,自家日子过好了,我比谁都高兴,别人说那么几句,不痛不痒的,我就当他们嫉妒。 你倒是想得开,反正如果别人这么说我,我心里自然是不乐意的。 我知道,走吧,早些回去。 奶奶,哇,好大的牛呢,奶奶,这是我们家的吗? 嗯,咱们家的,奶奶刚去买回来了,以后这牛就在家里了。 哇,这么大的牛呢? 很快,其他小孩子也闻讯赶过来。 疼疼,这是你家买的牛吗? 嗯嗯,是的呢,这是奶奶买回来的。 哇,真好呢,牛真好。 那以后是不是要去放牛啊?我到时候帮你啊。 嗯嗯,谢谢嘉诚哥哥。 孩子们对牛好奇,围着牛看了好一会,舍不得离去。